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没办法去的时候 美国每一天都在讲说说 你这样子不开放 你这样不透明 你为什么不能够让人家随心所意的去探访 等到这位人权专员跑了新疆一趟 美国开始说 你一定受到限制 你到时候讲出来的话 你一定会变成中国大陆的大外宣 等到他探访完毕之后 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当然没有百分之百的去背书 他强调了就是说 他也提醒了里面 可能中国大陆对于恐怖组织 还有恐怖攻击的一些策略 需要做调整 我觉得他这句话很重要 他等于是某种程度的 去呼应了中国大陆说 他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是因为反恐 那他先承认了你是为了反恐 但你觉得 他觉得他反恐过当 所以做了一些希望要求他的调整 哇 现在完蛋了 他现在变成了中共同源了 他现在变成重视之地了 那这个巴奇莱特 因为他很特很特别 他是智力的前总统 他当过两任的智力总统 中间间隔还蛮长的 他也是智力的第一位的女性总统 你知道智力在过去长时间 被包装成了南美洲的民主灯塔 就是大家会觉得 跟美国关系最好 对南美洲 南美洲第一个走出这种 就是说殖民主义的这种的发展困境的 是智力 所以呢巴奇莱特呢作为人权专业 就像凤卿讲的 当他没有去去新疆的时候 他催他说那你的人权委员会在干 你要干什么 就说呢一天到晚在讲人权 结果呢更没有办法去 好那巴奇莱特去了 当然在三个月之前呢 我们就提到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值得关注的 因为新疆毕竟有有他的敏感性 好那巴奇莱特呢去了 去了以后呢回来了之后呢 其实巴奇莱特讲的话非常非常少 他我认为他在很有限的 这个这愿意讲话的范围之内 他把他把他对新疆的观察 他做了一些简单 第一个就是说他在新疆的行动 他认为他没有被限制 这个他很明确的说 他没有被限制 你千万不要说的 我我只是呢 我只是被带着呢 就是说呢去参加参观一些的样板 就没有我没有呢被限制 第二个呢就是呢 他凤金刚提到的 他把新疆的这些的所谓的再教育 的这些大家比较关注的再教育 把他呢跟反恐 把他做了连结 这个当然就会 你看到德国之声 你看到呢新疏离世报 这些的媒体第一时间呢 就开始K他 痛批 痛批他就就就就说 你根本呢就就就是呢在帮了 在帮了中国共困难党 在帮了中共呢 在擦制抹抹粉 你完全用了他的语言 嗯 但这里面有有有两个基本上 我们要要厘清的就是 那如果如果事实上就是这样啊 在新疆的新疆的再教育营 他的核心的中指 其实他确实是为了反恐 那之前没有恐怖攻击啊 之前恐怖攻击是确实存在的啊 2015年之前的恐怖攻击非常的严重啊 那也是个事实啊 要要不是呢到昆明火车站的内场的 就是说江途的那样一个屠杀行动 拿着大刀在火车站里面狂 狂砍几十条的人命啊 中国大陆恐怕还下不了这么大的决心 去做这件事情 那过去的就说呢 这个汉汉汉为之间的冲突呢 是有的 但是基本上面都还只是呢 族群上面的矛盾 还没有到的恐怖攻击 好但是呢确实 当新疆的开开始的用用的比较强制的手段 那开始做了做了这些安排之后 你就发现新疆再也没有了 可是你说现在去新疆 会不会觉得很很肃杀 我我坦白讲 我我最近最近这几年去过新疆的朋友 每个人都去新疆好好的不得了 就是也社会细分 大城市里面啊 所有的这些呢 汉汉为之间的 因为他他不只汉为了 新疆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互动 基本上面的都很平和 都很safe 那这个呢 是你对于所谓的反恐 要如何去消除或者消灭恐怖主义的行政做法的问题 但是中国大陆的行政行政做法 永远不可能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 所以巴切莱特 其实他注定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他还不能不来 来了来了以后呢 讲什么都不对 除非他站出来就是痛 K就说你看吧 被我抓到了吧 你你就是呢 在这地方呢 做侵害人权 做种族灭绝的事情 他们希望从他嘴里面出现拜登说的种族灭绝 但是他没有说呢 种族灭绝 相反的呢 他把他跟反恐做 所以他只有一种言论的自由 其他的言论 通通都是邪恶的 这本来就是在国际的宣传站 话语权里面最可怕的部分 你只能够讲我的话 用我的字 把我的话塞到你的嘴巴里面